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1月15號 星期一 這期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哈馬斯警告人質可能罹難 胡塞武裝突襲美國貨船 抗衡中共挑釁 菲律賓將建設南海九座島礁 朝鮮試射彈道導彈 美日韓共同譴責 德國12年來首次祝賀臺灣選舉 凸顯對臺政策轉變 中國自由派泰斗毛魚氏95歲抵達自由之地 在開始節目前還是提醒沒有訂閱的觀眾朋友 訂閱我們的頻道 也請幫助點讚 分享我們的節目 感謝您的支持 來看詳細內容 在15號 哈馬斯軍事部門發言人警告 被哈馬斯攜持到袈裟走廊的許多人質 很可能已經罹難 並將責任歸咎於以色列政府 哈馬斯播放了被綁架人質的視頻 要求以色列停止空中和地面進攻之後 才會釋放人質 英國情報機構及海事安全公司表示 一艘美國貨船在野門外海被導彈擊中 14號 哈馬斯播放了一段 沒有標註日期的人質視頻 出現的三名以色列人質分別是26歲的諾亞 53歲的尤希和38歲的伊太 在15號 哈馬斯再次發布了新視頻 顯示尤希和伊太的屍體 只有諾亞還活著 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指責哈馬斯的行為 是在進行心理虐待 路透社報導 幾週不曾露面的哈馬斯武裝分支 卡薩姆旅發言人表示 許多人質恐怕已經遇害 其餘的人每個小時都身處極大的危險之中 以色列政府得負全責 哈馬斯的抵抗軸心盟友已經通知哈馬斯 未來幾天內將對以軍擴大攻擊 抵抗軸心是伊朗40年來 為反抗以色列和美國在中東的勢力 而建立起來的軍事聯盟 這個聯盟在這次危機當中 首次在多個戰線上同時動員起來 15日 據英國海事風險公司安布雷表示 一艘懸掛馬少爾群島旗幟的美國貨船 在野門亞丁灣附近被胡塞武裝的導彈擊中 並發生火災 但沒有人員傷亡和嚴重損壞 目前這艘貨船正在繼續航行 這是胡塞武裝針對美國的打擊行為的報復 美國中央司令部曾表示 13日 美國和聯軍使用了超過100枚精確制導導彈 襲擊了16個胡塞武裝地點的60多個目標 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聯合情報中心的前任行動主任 舒斯特對大紀元表示 如果伊朗告訴他們 未來獲得的資金和支持 取決於他們是否繼續在紅海作亂 他們會繼續做下去 伊朗煽動胡塞武裝在紅海作亂 目的是向歐美施加壓力 迫使以色列停止對加沙的攻擊 這是伊朗撬動歐美的一種經濟槓桿 紅海和蘇伊士運河是亞洲和歐洲之間的主要商業航運通道 所以打擊這些目標等於幾乎向每個歐洲人和許多美國人發出了信號 而紅海騷亂背後的另一隻黑手則是中共 舒斯特表示 中共正在利用已經出現的機會消耗美國的軍力 在紅海騷亂中 中共在推波助瀾 伊朗、真主黨和哈馬斯以及他們使用的無人機是中國產的 胡塞武裝正在使用伊朗開發的反艦彈道導彈 中共正在提供協助 雖然中共並沒有公開挑戰美國 但它正在為那些攻擊我們利益的人提供便利 從而將我們的注意力和資源從亞洲轉移開 而中共正試圖在亞洲為所欲為 中共跟胡塞武裝之間存在著隱秘聯繫的另一個證據是 最近有9艘船在穿越紅海的時候 發出全員都是中國人的信號 這些船隻在離開紅海之後 就自動將識別系統切回正常狀態 顯示是藉由與中國的關係來躲避胡塞武裝的攻擊 有評論認為 隨著紅海危機的持續升級 美國現在可能會以壓倒性的力量作出反應 阿拉伯衛星頻道《馬雅丁》報導認為 美國正在尋求將紅海軍事化 這些步驟會加深這個地區的危機 另據伊朗新聞社15號的消息 印度和伊朗完成了伊朗東南部查巴哈爾港的聯合開發 從戰略上挑戰了中共在這個地區的影響力 這項協議抵制了中共的區域投資 並為印度提供了一條繞過巴基斯坦通往中亞的替代路線 查巴哈爾港的發展削弱了中共對區域貿易路線的壟斷 重塑了亞洲的地緣政治動態 有人認為 這就是金磚國家永遠不會成功的原因 其中的每一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戰略目標 這樣的事件發生的越多 裂縫就越多 最後會變成完全的裂縫 路透社15號報導 由於菲律賓在南海不斷遭到中共海警船和民兵漁船的騷擾 菲律賓軍方表示將在南海九座島嶼推動建設 使這些島嶼更適合部隊居住 據報導 菲律賓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布勞娜 15號參加由總統小馬克思主持的會議之後 對媒體表示 菲律賓將在南海的主權島嶼推動建設 使這些島嶼更適合軍隊居住 除了菲律賓和中共經常在海域上發生衝突的人愛礁之外 菲律賓還佔據南海其他的八座島嶼 把他們視作自己的專屬經濟區的一部分 布勞娜說 我們希望改善九座島嶼 尤其是我們佔領的島嶼 這些島嶼當中也包括南海最大 也最具有戰略意義的中葉島 這個島嶼是位於菲律賓巴拉旺省以西大約480公里 臨近中共的軍事設施 布勞娜表示 軍方希望為駐守在仁愛礁的部隊 帶去一臺海水氮化機 這支部隊駐紮在二戰時期擱淺的登陸艦 馬德雷山號上 這艘登陸艦是菲律賓在1999年移到仁愛礁的 用來宣示主權主張 布勞娜還表示 隨著將重點從內防轉向領土防禦 菲律賓的軍事現代化計畫 還包括採購更多的艦艇、雷達和飛機等等 在上週 德國外長貝爾伯克訪問了菲律賓 期間抨擊了中共近期在南海 針對菲律賓船隻的騷擾和危險行徑 已經引發了歐洲的擔憂 同時為了彰顯德國的支持 德國方面宣布將擴大和菲律賓的合作 其中包括提供更多的無人機 朝鮮官媒朝中社15日報導表示 朝鮮14日試射了一枚 採用新型固體燃料的中遠程彈道導彈 美國、韓國和日本對這次試射行為進行了譴責 也是在當天 朝鮮外向率團出發訪問俄羅斯 朝中社宣稱 這次試射是為了測試新型多結式高推力固體燃料發動機 以及中程高超音速可控機動彈頭的可靠性 韓國聯合參謀本部14日證實 朝鮮在14日下午2點55分 從平壤一帶向東海進行導彈試射 推測為一枚中遠程彈道導彈 大約飛行了1000公里後落入東海 日本防衛省也表示 這枚導彈最大飛行高度至少有50公里 韓國軍方在一份聲明中批評 這次發射違反了聯合國安理會決議 朝鮮的行動影響了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 將透過穩固的韓美同盟防禦體系 維持可以壓倒性應對任何挑釁的能力 韓國 美國和日本的朝鮮核問題特使 進行了三方通話之後 日本外務省發聲明表示 日本 韓國 美國三方強烈譴責朝鮮 在14日發射彈道導彈 這違反了安理會相關決議 並威脅到地區和國際的和平與安全 隨後三方還就朝鮮當前局勢 包括俄朝關係交換了意見 值得注意的是 當天朝鮮外相崔善基率領代表團離開平壤 開始對俄羅斯進行為期三天的訪問 在1月10日 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博雷利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以及阿根廷 澳大利亞 日本 韓國等47個國家外交部長 在聯合聲明中以最強烈的措辭譴責朝鮮武器轉讓行為 表示俄羅斯曾在12月30日和1月2日 針對烏克蘭使用了這些武器 有媒體表示 朝鮮提供的導彈雖然型號老舊 但還是屬於彈道導彈不好攔截 對烏克蘭構成較大威脅 有評論指出 後續制裁將接踵而至 金正恩已經嗅到了氣味 在上個月 金正恩在勞動黨年終會議上說 朝鮮半島和平統一是不可能的 韓朝再也不是同民族的關係 而是變成了兩個敵對國家 或者是交戰中的國家 他還說 平壤當局將在與敵人的關係上 做出決定性的政策改變 有一些分析人士認為 朝鮮之前一直抱著同族之間 不可使用核武器的立場 上述的講話可能是為將來對韓國動用核武提供理由 德國外交部15日讚揚臺灣的民主價值 對臺灣總統選舉表示了祝賀 這是12年來 德國政府首次祝賀臺灣選舉 凸顯了對臺政策的轉變 2012年 時任德國外交部長威斯特威勒 祝賀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當選總統 他還在聲明中表達了盼望兩岸關係緩和 並對臺灣的民主和法治表示了肯定 之後德國政府就不再恭賀臺灣選舉 在2020年舉行的上次總統大選 政府發言人塞伯特被問到 是否祝賀蔡英文連任總統時 他只表示對臺灣自由民主的選舉 順利舉行表示歡迎 並強調德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當時德國積極推動對中關係 對臺灣的態度相對保守 臺灣在德國政壇因此成了敏感話題 德國對臺灣的態度轉折點 是2021年底舉行的德國大選 上臺的社民黨綠黨自民黨聯合政府主動強化對臺關係 去年在時隔26年後首度派部長及官員訪問臺灣 主動擴大兩國官員和公民社會交流的空間 外交部和經濟部的高層官員也不必會在公開場合談臺灣政策 臺灣這次舉行總統大選德國外交部向選民候選人以及當選者表示了祝賀 儘管是避開了總統的稱謂和當選人賴清德的名字 但相較過去幾年是進步 反映了德國對臺灣立場的轉變 德國外交部15日發布的聲明中強調 德國在許多領域和臺灣保持緊密關係 對在一個中國框架下與臺灣強化關係表示期待 馬英九在選前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說到了兩岸關係必須相信習近平 還說臺灣無論如何防衛都永遠無法抵禦和大陸的戰爭 旅居紐約的前臺灣大專校聯會董事長戴明儀 在旅美52年之後第一次返臺 並為了參加臺灣總統大選投票 50年來第一次辦理了中華民國護照 他說這次馬英九選前說到兩岸關係必須相信習近平 這句話嚇倒了一些藍營人士 使他們臨陣倒戈 我的同學很多是藍營的 他們很不滿意這句話 因為他們說 我們從小從共產黨那裡逃出來的 馬英九講這句話太不合適 我的同學裡面就有因為馬英九一句話改變了主意的 他們投完票之後告訴我投給了賴清德 雖然民進黨賴清德贏得了總統大選 但民進黨在立法院的席位沒有過半 沒能成為最大黨 國民黨雖然輸掉了總統大選 但是卻成為了立法院的最大黨 雖然習位數也沒有過半 中華民國海外公民委員會秘書長Victor曹 在臺灣大選之後表示 我想告誡國民黨 如果2028年想勝選 你就不要再罵民進黨了 你應該罵共產黨 你就要像1921年那樣罵共產黨 罵共產黨所謂九二共識的一個中國原則 美國時評人蔡勝坤14日在社交媒體X平臺上披露 一生崇尚自由的毛瑜士先生95歲之際終於來到了自由之地 退圈中還附上了一張毛瑜士夫婦共同切蛋糕的照片 但照片的拍攝地點和時間不詳 據阿波羅新聞網的報導 毛瑜士是中國泰斗級自由派學者和經濟學家 他的伯父毛以生是著名的橋樑專家 毛瑜士創辦的智庫天澤經濟研究所 在2019年8月份被中共強制關閉 天澤的名字是取自於詩經 意思是天定的規則 毛瑜士在當年1月的90歲生日感言是 若有選擇希望去美國 最大缺憾中國還是一個專政社會 2018年12月份 毛瑜士在接受美國官方媒體 美國之音的採訪時透露 他要退出中國共產黨 他說 黨章上是可以退黨的 實際上是不允許你退的 所以想退黨的想了一個辦法 我不交黨費 那你可以把我開除了吧 所以就多少年不交黨費了 在2011年 毛瑜士發表把毛澤東還原成人 提出毛澤東不再是神 接受公正的評定 2013年發表修改版 認為毛澤東因為迷信權利 喪失了起碼的理性 從一個政治家淪落為和人民對立的人民公敵 毛瑜士反對造航母 他說 你沒有看到 如果你增加國防力量 別人也增加國防力量 這個力量就抵消了 不造航母 錢可以用於消除貧困 艾滋病治療等等困擾的問題 毛瑜士還反對建造經濟試用房 他認為 第一沒有效率 第二沒有公平 他還主張為富人說話 為窮人辦事 因為中國社會大多數的人 是為富人辦事 為窮人說話 為富人辦事是有酬勞的 為窮人辦事是沒有酬勞的 蔡聖昆的上述推文還表示 毛瑜士先生坦言 生前不打算再回到生活了90多年的中國 不過先生對未來並不樂觀 認為歷史的潮流不可逆轉 開倒車是不得人心的 必然車毀人亡 相信在不遠的將來 中國會融入世界自由大家庭 不僅僅擁有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 還會擁有自由阻擋、自由表達、自由遷徙的基本權利 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以上就是這期的每日頭條了 如果您喜歡今天節目的話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讚訂閱還有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明天節目再見 明天節目再見 字幕 ρ116 Juni 已開放 給油大 etmekIONDoosOV thicker影片 首先給我 personaje 轉